另一方面 新加坡一名15岁少年因为假冒柔佛王室成员 今天被带到新山推示庭面控 被告否认有罪 推示批准被告以4000令吉保外 并责定案件在明年1月5号过堂 15岁的被告被控在今年8月6号在社交媒体自称是 柔佛苏丹端姑伊布拉辛殿下的孙子 抵触刑事法典419条文的冒充欺骗罪名 如果罪名成立 将面对最高7年监禁罚款或两者监失